受到小犬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地区5号放起了台风架 6号刮起阵风传出灾损 一艘停靠在后峰港区内的渔船 深夜被暗巡安检人员巡逻时发现船体倾斜 联系船主之后 紧急将船上的鱼探机雷达等等设备先行拆除降低灾损 白天在商寝吊车将船只吊挂上岸 就是这艘半程的渔船成了小犬台风金门唯一的受灾户 在今日凌晨2点时本队水头安全所人员进行港区巡逻时 赫兰发现一艘自用小船出现了船体倾斜的状况 立即通知了船长港部现场处理 在安检人员的协助下先将船上的鱼探机以及雷达等设备进行拆除 直至今日上午11时 由程庆船长伟商以吊车的方式将船体调离港区进行维修 根据靠港渔民表示 从以往经验判断 小犬台风对停靠的渔船影响不大 所以并没有像之前雇请吊车来吊船 而是以绳索进行加固 不过事情没有绝对 台风之后后峰港也出现一艘船半程的灾损